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日西藏珠峰公告中频频出错 董秘名字写错三次引关注 股民围观 胡什么东 监管部门紧急干预 公司发布直线公告承认失误 并对董秘名字混乱表示歉意 对此监管部门将采取谈话措施 此次事件再次提醒上市公司公告发布要慎重 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困扰 希望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给投资者提供更加清晰准确的信息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